在上集的川西自驾之旅中 我们开车问杰M9从成都出发 一路打卡了贡嘎雪山的热络和银河 又斩转到甘孜北线 突破了317国道边上的御龙拉厕 在御龙拉厕门口 我们碰到了两个好奇的姐弟 便带他们兜了一圈 体验这辆车子的自驾 接着我们退回到了317上的 雀牙山冰窗观景台 准备拍完制作雪山后 就回马尼干戈镇上住 结果无意间邂逅了 正在从山坡上赶牦牛回家的 藏族姑娘八措 她非常热情地要求我们 去她家做客 你转过去你看看她家 她家这就是她家 对啊 我去真的太美了 牦牛成群雪山脚下 哦 看到牛粪墙了 妹妹我们把车停着啊 可以吗 可以吗 我们来帮你赶牦牛吧 真的啊 我接着去赶牦牛去 哦 那个是甩石头的吗 对 哦 打石头的 哦 这就是他们家 就在这个摄像器国道边上 然后就在这个绰尔山脚下 太安逸了 然后那个小姑娘在放牦牛 弟弟在上学 弟弟在上学 对 然后我妈妈去那个练经了 有个练经去 哦 家里就帮她爸爸 刚刚在那个山顶上就在她放牦牛 你确定你会死这玩意儿吗 我怕甩方方想要打到你们了 来 你别甩到后面来了大哥 帮我 哈哈哈 还没出去大哥 你别甩几圈 哦 转几圈 然后放那个 我去 他把我手放在那里 我不知道你会随机概率打到哪里去 I know I know 别紧张 甩起来 直接打镜头 别打镜头 别打镜头 你可不可以来一个妹妹 我不是这样刷 怎么刷 我看一下 这样刷 哦 石头 石头包在那个里面吗 嗯 然后呢 厉害 厉害 我看到了 在那只牛脚下 呀呼 不要顶我 不要顶我 进圈了 进圈了 我怕顶我呀 这边是一排牛粪墙 这就是柴火 可以用这个当蓝料做饭吃 你看他们每一头牛 为了防止牛跑 他们要删起来 出现了副本 直选副本 这个是卖啥的 看下 快马到 回换电器 馒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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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那个牌子那里写了 是不是 他们可能下个月就搬到那个湖里面去了 他们下进牧场 冬天就到这来 一个是表姐 一个是姑姑 但是他们好像听不懂我们说什么 这个房子好漂亮 木头 就是当地的木头做的 是不是 你走 谢谢 哇 哇 你们好老 哇 再吃点 再吃点 这有点像本地家 给你看这个 牛哥们 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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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吧 我就会这几句 你这样可以 叔叔在说什么 叔叔把这个挂下来 这个不能吃 肉皮是吧 其实也可以吃 八丑要做什么菜了 什么菜 腊肉炒金椒 嗯 什么事 我平时挺喜欢吃 哦 我也喜欢吃 我们天天吃 我们自己每次都点到什么 回锅肉什么的 对 叔叔说什么 他没说什么 啊 他就说 他说什么 你自己跟他说什么 叔叔是有点害羞对不对 没有吧 他不会害羞的 他什么话都可以说 现在八丑把这个 牦牛肉放水里面 煮 让它化动快一点 因为这块牦牛肉 冰得很结实 你们家里有多少吃牦牛 三个是多吃吧 我也没吃过 吃就完了 这个 生牦牛肉 吃完没事 很地道的牦牛肉的味道 就是有点点腥 嗯 有点甜味 我在那边吃这个 因为是草原里面正宗长大的 地地道道的牦牛 现在大厨要开始大显身手了 我们东西也学起学生 嗯 哦你们这个糊子装油的 这个糊子装油的 装油的 哈哈哈 挺好的这个 铝座的这个糊 对方便 多斑酱 对家人这个更好吃 嗯 我问一个问题 嗯 你们这边多大结婚 我也不知道 那你们这个是自由的 还是 哦 自由的 啊 你现在有没有对象 没有没有 八姐 你们会找外界人吗 不会吧 哦 但喝手不是没有 哇 那个芒牛肉的颜色 加上这个豆瓣酱 很鲜红 我忙猜一下它这里面是什么 青蛤粉的 青蛤粉 这是一块酥油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 买的 买的 买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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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应该是青蛤粉 哇 哇 哇 这才叫毛溜肉 嗯 好吃吗 这个好吃 哈哈哈牙崩坏了 哈哈哈 我给我兄弟姐妹跟奶奶 好 这下文理清楚了 嗯 大家不光是有弟姐 有哥哥 还有妹妹 八岁一家总共有五个兄弟姐妹 二十一岁的她排在中间 兄弟姐妹中有在寺庙修行的 也有在学校上学的 她成了家里干家务的顶梁柱 在这雪山脚下放木蛙虫草了她 从小到大都没出去过 最远也就到过隔壁县城 她有着一双极为纯净透亮的眼睛 和一颗淳朴善良的心 一双巧手做的饭菜 也让我们占卜绝口 江市的成长背景和眼神笑容 让我忍不住想起 竹内亮导演的 两部长江系列纪录片里的 那个藏竹女孩 她二十年前 那个纳帕海边 包着羊羔的尺母 简直太像了 你要去成都可以来找我们吗 我们都在成都 是真的 那可以 那成都的好吃的啊 好玩的 主要是吃火锅 我喜欢吃火锅 真的吗 我喜欢吃火锅 真的吗 你不是这个煮火锅 摩天龙吗 摩天龙 摩天龙 几百米高的 我不敢做吧 最后这都是拉萨的 这是什么 拉萨也没去过 没去过 拉萨现在变化也很大 但是那边我挺想去的 拉萨现在也是看着像个大城市的人 其实你最想去的不是成都市拉萨 下次我们挑一个你有空的时间带你去拉萨 我们去过拉萨好多汉 我们要在巴厂家看月亮 天上的月亮是那么亮 在他家借水一晚 可以 我们现在这里的海拔 四千米 四十五多就四千 不用四十五多 我们又在四千米的海拔了 睡一晚上 前面就是雀尔山了 雀尔山的主峰 这个车上面都是雪啊 我们拿着睡袋 拿着睡袋去巴厂家 那个铁钩子倒下来 这个是吧 这个对对对 哦呀哦呀 我们今天 就住这儿了 这是我的 这是矿路的 就是 我当时听到这个故事 看了这个故事的时候 其实我是觉得 但后来他现在也过得挺好 他现在自己开了一个客栈 生意还挺好的 现在真的挺不错的一个结局 这个就是我们遇到的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遇到的这个 呃 雀尔山下的隔山拉姆 他这名叫 哈哈哈哈哈哈 我小时候好像十几岁的时候 就就就去那上面 哪上面 就就这上面呀 一会这个雪山上 嗯 我跟妈妈一起去 直接可以上到 冰巢子家里 嗯 有路的嘛 哦 我几年都没让去 你们爬到这么高的地方了 嗯嗯 我们就会帮他们 搬书波啊 什么什么的 懂了 你们当鞋座 给那些登山队的 但是会收费的 对对对 那懂了 所以他这个雪山是允许登的 嗯嗯 这几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不让等了 呃 有消息说是快开放 那跟他们登山队的一直爬 爬到了 快到顶峰了 嗯 太厉害了 还是个高三协作 哈哈哈哈 我们今晚就住在巴措的家里 然后这个客厅真宽敞 再次睡上这个久违的这个仗师卧塔 真的是久违了 我也不记得我上一次睡这个是什么时候 昨天我们巴措家休息 然后我今天下雪了 我们跟巴措去放牛吧 他把所有的牛就解开 这个他们不能吗 因为他们有忙啊 怎么就不能了 哎 人家放牛就回来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看一下几点钟了 七点半了 七点四十分 哈哈 人家放毛牛已经回来了 赶紧起来 本来说今天一早也跟他们去放牛的 实在起不来 哇 看一下外面 哇 看我们车已经被雪盖上了一层雪白 前几天在成都还在穿短袖呢 现在到甘孜这边来 立马又秒回冬天了 他们家的房子 我们昨晚就睡在这了 靠着这个三八七国道 就要上脚下 太美了 牙膏都解不出来了 热不热 这是糖 这是酥油 这是青柯粉吧 应该是 是吧 你也吃了就有脏吧 是吧 你会吃吗 我不会啊 你要不要给你弄上筷子 不用 不用 因为手才有原味嘛 对吧 看没有 就这样拌起来 我去 拌一会就好了 反正 哇这个青柯面特别香 拌成功是脏吧 拌失败的就糊糊呗 对 失败的就糊糊 糊糊也可以吃啊 很好吃 你看你拔错了六 看到这手 开玩笑 这个牛一吹上天了 呵呵呵 我过来 你看他的手法 哦他绕这个碗一圈圈 然后你看 他就很快就摄着手指 你加油啊 弄完了 你弄完了 你弄完了你先吃嘛 这个会不会影响 对不对 这是八错半的 尝一下 很香的 这个是他们昨天念经的经书 你来看几个 你来认几个 我不知道啊 我又没学过这个 但是我是有点兴趣学这个 可以 要先把这个字母学会 藏语的这个字母拼成了一个文字 那怎么划分它哪个哪个 是这个用这个豆后来隔开吗 哦 一个单词 两个单词 三个单词 四个单词 五个单词 这是五个单词的一句话 其实西藏的时候 我也是带他 我在现场就买 我带青车粉 清车粉 然后自己过着加点汤 那不是自行车上一个保温杯吗 每天都是去高点 去馆子里面搞点酥油茶 然后带个保温杯 因为这个能量很高啊 因为这个能量很高啊 上一次吃沙巴都不记得是什么时候 这次在巴授家真是让我闷回新疆了 上午雪开始慢慢停止 正好巴授的妹妹也回来了 我们决定一起开车 去他们夏季牧场的那条山谷看看 据说那里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高山湖泊 好了 我们现在要出发离开巴授家 然后去里面一个牧场 一个湖叫日措 准备跟巴授 还有她妹妹一起去 必须让她带领我们进去 因为一般外面的人进不去的 据说是一个很隐秘的湖泊 Let's go 阿师傅你们的小房子是在这一块吗 嗯 就在这儿 最上面的一个 有两个房子并排的 那里就是巴授家的夏季牧场的小房子 一个石头房子 在对上面 冲锋没关呀 巴授 啊熊啊 虽然317国道变得雪停了 但越往这条山谷上面走 雪又越开始下了起来 看来夏季牧场还是得夏季来才合适呀 连进冰湖的最后一辆公里时 路面已经完全被冰雪覆盖 好在车子的智能市区和升降底盘都非常给力 上这四条公路胎也一口气顺利开上来了 我们在这里 看一眼 这个奥巴尔玉龙那厨 热厨 这个不只是杰勒冰 这个还盖了一层雪 是不是 我觉得下面有蓝宾 我的铁锹没带过来 我操大哥你想找块蓝宾拍 那不在那处高坊 那里面有房子吗 没有 没有房子啊 一天四国的客人奔下来的 哎 你看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山移过去就是 雪尔山的鼠峰 对 你们爬山是个很厉害 有点凶呢 他都当过那个雪尔山的向导 你说呢 他那家都爬到那个C 可能爬到C山营地 是不是 你说 妹妹快拿两个椅子 看一下我们天空终于搭起来了 哎呀 快高反了 我们现在准备去打雪水了 小心 你这雪是不是有点太黄 现在我跟巴措去湖边打这个 雪 不是雪水 是打雪 打完雪我上来再融化成水 这个雪呢 是来自这个雀儿山冰川的高山融水 雪水 才叫大蛇 来嘛 开枣 你别挖太深了大哥 你要把那下面泥巴挖上来了 你挖浅一点 哇擦你挖太深 哎 千元的雪水了 OK 满满一大雪 哇靠 发现还有一个问题 开高风 事实证明在风雪天气中 强行精致露营 一点也不精致 不安逸 我们几个人都动得涩涩发抖 只想回到车上吹空调 但好不容易把天幕搭起来 就这么收了也不划算 于是我们象征性的煮了个雪山咖啡 在这海拔四千多米的日厕湖边 一人喝了一口后 就狼狈收汤准备下车了 这地方夏季来 才是打开它的正确方式 我们刚从那个日厕下来 然后到了这个马尼干哥镇上 这个镇还是挺大的 挺多饭馆的 然后我们 带那个巴措他们 来这个镇上吃个午饭 老成都窗菜馆 快 点菜啊 好多好吃呗 来 来来来 明晚来来来 我们跟这杯啊 来 谢谢巴措 在马尼干哥镇上吃完这顿饭 我们也是时候结束旅程 跟巴措告别了 这位淳朴善良的藏族姑娘 总是笑呵呵的 在这两天里 给我们留下了太多温暖的回忆 分别的时候 天上又飘起了大雪 勉腆的巴措推迟再三 才肯收下我们给的几百块钱新意 等夏天到来绿草如荫的时候 缺而山下的这片河谷 一定会迎来它最美的样子 我们也期待着和这位可爱的藏族姑娘再次相逢